大家好 市場繼續升 捱到26,500點 再進一步 收回前26,800樓上的列口位 近來市況氣氛不錯 見到ATM都會升回頭 暫時制爪、政策好像鬆一鬆綁 市場都喘一喘 先休息一下 騰訊正在搞回購 但可以回購多久呢?不知道 我想近來很多資金都短炒這些新經濟股 反為一些比較大些或是北水的資金 都是落回一些當炒股 譬如資源股 一些基建股 電力股 我想這個情況都會持續到 因為這些股份始終相對比較歸邊 他們肯繼續踢上去的話 錢都肯跟著 但指數去到一些位置有點尷尬 剛才說了 再上去保列口 站不穩就像之前一樣 又在這些位置轉回頭 所以我建議這些錢 繼續留在電力股 或者資源股 因為起碼勢也比較強 以及這些政策打壓相對比較少 所以繼續搭乘風車 這類股份 我覺得看得比較好 當中我對資源股的興趣就會大些 因為資源股剛剛起步 還有部分的資源股 例如江西銅等 都仍是有點落後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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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